给孩子上保险有哪些坑 第一个误区 一定要给孩子买终身的重极险 这是很多家长常见的想法 岁数越大越容易得病 肯定要买终身的 但是孩子现在刚出生 离终身至少还有70年以上 即使一份50万的保额的保险 这么多年过去后 价值会大幅度表值 所以给孩子买一份保障 二三十年的定期重极险就足够了 保到孩子成年之后 让他们再购买当时更好的产品 第二个误区 一定要买带身雇赔付的重极险 如果说保险里的身雇赔付 是为了弥补家庭支柱 离去后的收入断崖 那一个孩子的身雇赔偿 对家庭并不能起到任何实质意义 更何况保监会对于未成年人的身雇赔付 是做了限制的 因此给孩子买带身雇赔付报额的 终身重极险是非常不明智的 第三个误区 给孩子买返还型保险 设计这种保险的目的 本质上就是利用人们图便宜的心理 几十年后 把已经贬值的保费还给了你 这就是所谓的返还 本以为保费没损失 其实隐形的损失更大 第四个误区 教育金保险非常有必要 教育金是为大家想象的 随一笔钱 等孩子上学时 能提供充足的教育费用 其主要是防止投保人身亡 不能给孩子提供教育费的作用 而这个完全可以用 费用更低的受险来代替掉 那么应该怎么给孩子搭配保障呢 意外险 孩子购买意外险 主要看意外医疗的责任 就是能报销磕碰寡 猫抓狗咬的这个责任 因为这是更常见的 也是最实用的 医疗险 对于儿童来讲 看个感冒发烧 可能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建议购买一款 但有疾病能急诊责任的医疗险 重疾险 重大疾病 对于普通家庭意义重大 所以防患于未然 还是很有必要的 也可以降低家庭的未知风险 给孩子买完保险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应该给为人父母的自己 构兴足的保障 毕竟你才是孩子最大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